南加州的华裔教授学会 差不多是在40年以前正式成立 当时是一群在南加州的华裔教授 主要的是在南加大教育学院的 陈锡恩教授Tap Chang 他是第一届华裔教授学会的会长 还有在KelTap的陈长谦教授Sunny Chang 另外帮忙的人还有Royce Chi 他是在KelState Dominic Hills 他们几位再加上一群当初的 在南加州的华裔教授们 他们把这个组织放在一起 陈锡恩他事实上是在南加州 第一个华裔教授 他是在南加大的教育学院 他也把南加大的中文方面的东方语言 这些program是他一手把它放成的 那在目前的话 他们家庭在南加大的这个教育学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 scholarship 这个scholarship在目前 还是他是专门给这个华裔的中国人 他在研究生的一个scholarship 那是一个非常prestigy的scholarship 那Sunny Chang 就是陈唐谦的话呢 他后来就到了台湾的中研医院 他是KelTap的化学系的教授 然后他后来也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当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一直到前几年他退休 可是他现在我的了解呢 他还是继续在做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 那这个南加州的华裔教授学会呢 他是一个non-profit non-political的association 他属于所有南加州一些大学 高等教育学院的华裔的教授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KelTap他每年他还会recognize 他在南加州最这个杰出的member 就是说在高等教育这一届里面 最杰出的member 他每年都offer一个叫做achievement award 另外还有一个service award 那除了这个他recognize 这些outstanding member以外 他每年呢 也offer这个大学部学生的scholarship 除了这个除了学生以外 他对一些junior faculty 我们呢 这个南加州南加州华裔教授学会呢 也offer一个叫做development grant 在这里面呢 包括其中有一个这个scholarship 有一个这个memorial endowment 这个memorial endowment 是我们在南加州的这个UC Riverside 的以前一位普大帮教授 Robert T. Paul 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一个endowment 那这个话呢 我等一下会稍微再提一下 关于普大帮 他对于这个南加州华人的 这个高等教育界 他的一些贡献 那这个为了要支持这些scholarship 跟这些junior faculty的development grant 所以南加州华裔教授学会呢 也在差不多 差不多在十多年以前呢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CAFA Foundation 就是南加州华裔教授学会的基金会 他的基金会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能够在各个不同的 往各个不同的community 去得到一些资助 然后这些资助呢 是用来维持 用来维持这些需要 然后每年可以给一些后面的学子 就是说undergraduate student 或者新进的教授的一些鼓励 那这个呢 就是很快地谈到一些 关于南加州这个华裔教授学会 那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学术的社团 他跟这个我们在这边的一些 南加州的这个华裔教授呢 他们对他们的自己的hometown 就是说台湾也好 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 他们有一些做这个工作的机会 那这需要一些比较重要的 要有个network 在这个 在从这方面来看 还有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呢 是叫做全球华人物理 跟天文学家的学会 这个学会呢 是在1990年左右成立 那这个学会成立了以后呢 它主要的工作 事实上是一个networking 就是把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华裔的物理学家 跟天文学家呢 集中在一起 然后大家有机会呢 彼此了解 彼此的工作也好 还有彼此将来发展的方向 那这个学会大概是在每三年 两年到三年 它会有一次全球性的这个 就是研讨会 或者是一个学术的会议 那到目前为止呢 从1990年开始呢 我们已经有七次不同的会议 第一次的会议是在汕头 中国的汕头 第二次的会议呢 是在台北 第三次的会议呢 是在香港 那第四次的会议呢 在上海 第五次的会议呢 又到了台北 第六次的会议是在兰州 然后第七次的会议 事实上就是今年八月份 是在台湾的高雄 所以经过这些会议呢 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啊 大家能够彼此来沟通 那我个人呢 曾经当过这个会的会长 我也曾经在里面负责过 两次的这个大会 整个大会的工作 那在南加州来讲呢 我们现在要举个例子 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 燕南常教授 他是我们这个叫做OPA 它就是全球华人的物理和天文学者的学会呢 那燕南常教授在凯特 他是现在的president elect 他应该在一年拜以后呢 他会参任这个学会的负责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刚刚提到 这个社团方面呢 就是凯特法这个南加州教授学会 跟全球华人的物理跟天文学会的一些状况